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秀康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呢 該如何對付抽刀 或者說是所謂的隔板刀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 對付這種喜歡抽刀 或者是喜歡隔板刀的一個監管者的一個攻略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一開始趁他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先蓋一次板 這邊不小心被打到 不過從他的動作來看 我可以確定說 他是一個比較喜歡抽刀的一個鬼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根據他這個抽刀來對付他 因為是紅蝶的關係 所以先射一槍 拉開距離 對付抽刀的覺得就是先離板子有一段距離 然後等他打下去的時候 再立刻衝回去放板子 注意是千萬不要站在後方 否則就會直接被打到 因為是紅蝶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躲在他視角看不到的地方 避免他直接瞬移過來 這樣子很可怕 然後躲在牆後 等他經過門口的時候突然衝出去 那這樣基本上他的反應速度就來不及攻擊 這招對紅蝶也比較有用 因為紅蝶的體型比較細 然後攻擊的範圍也比其他的監管者還要小 所以對付紅蝶用這招比較順利 這邊一樣 離板子有一段距離 然後看到他攻擊之後 再立刻衝回去放板 讓我們看一下慢動作 在跑過板子的時候 視角就已經轉向軌 然後再注意他的動作 看到他抽刀 立刻衝回去 把板子給放下來 這邊先放板是要擾亂他的判斷 因為我前面都沒有立刻先翻板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說 都不先翻板 那我就不抽刀了 然後我這樣翻板就讓他覺得說 唉唷 其實還是可以抽得到刀的 讓他產生這種感覺 這邊我是有點回光返照的技能 然後呢 所以在逃生門 通電之後呢 他可以讓我回復到健康狀態 並且增加我的衝刺的速度 但是因為這隻紅蝶實在是緊追不捨 所以呢 我就改變主意了 我就是直接繞回來繼續跟他繞 然後呢 爭取時間 讓隊友開門 那這邊我看到我的隊友都離開了 那就隨便跑啦 那這邊我看到我的隊友都離開了 那就隨便跑啦 反正呢 就贏了嘛 跑左三個人就贏了 那這樣一場比賽呢 從可以行動 然後到五台密碼機修好 三分半 三分二十秒左右 那這個紅蝶呢 或者說其他監管者也一樣 對付這種會攤刀的監管者呢 就是 站遠一點 站離板子有一點距離 等監管者攤刀了之後呢 再回去蓋他板子 那他如果沒有攤刀呢 一樣 立刻衝回去蓋板子 不過呢 這個就比較需要速度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部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的話呢 就可以在影片下方按讚 那如果你想要接收到這個遊戲 或者是其他遊戲的更多的一些資訊 或者攻略的話 你也可以訂閱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